什麼都可以做 頭髮千萬不要做 我以前是做槍械教官 教一些學景 我令到一班完全對社會不認識的青年人 有信心去做一個執法者 今天我再做這間髮型屋 因為我本身的背景 和我之前對這個名字的愛好 我改為執法者 2023年12月4日開張 我也將髮型屋和上海譜的觀念引入了 很多同事來到我這個店來聊天 甚至她說她家裡的環境 有些她說她外母想找地方剪髮 但是她坐著輪椅坐不到 我叫她過來 輪椅是進不到剪髮店 在這裡也試過整個輪椅 推到進來店 我在這裡剪過五、六個長者 那個長者 她會覺得自己有自己的要求和尊嚴出來 她覺得自己要結構 很開心 我的理念 店裡有個家庭的溫柔感 做這個二剪服務 開始我人生剪髮的高潮 有一次我在社區會堂 有一個女人來 剪到好像陳發蓉 前面有一支 我覺得自己很滿意 但我見到那個女人一點都不開心 她說不要 我給我剪齊她 那你要求我就剪吧 我剪完之後 她很高興地走了 我做了整個義工課程 離開那裡走出門口 見到剛才的女人 然後我就知道 為什麼她要齊陰 因為她是蹲在地上撿紙皮 別人撿紙皮 你沒理由一直撿 你一直撿 你一直撿頭髮 即是她人馬上噴一聲 就算你不收錢 你都應該要聽別人說 她的要求 我只是一個人 我安排三十個人給我剪 我又記得有個老師 她是九十幾歲 我一扶起她的頭 想剪到後面 她後面已經有些倉 剪完之後 她還跟我說 快要下課了 她已經有些認知障礙症 在那個老人院裡 很大的感受 那個院長 她說了兩句話給我聽 我的老人家 全部是不會理會你剪得很不好 因為她的鏡頭也沒得看 但她全部是知道你沒有心想跟她剪 接著她有第二句話 有些人說 今次剪得不好 下次剪得好一點 其實你記住 可能是你人生最後剪她的頭髮 那個人來的 是你人生最後剪得好嗎 以前拿槍呢 給我最大的滿足感呢 就是 將一些完全不懂的人 教授她怎樣去運用槍 那今天拿了剪刀 可以希望剪盡她的煩惱事 去剪出人生的精彩 沒有球技 都要有裝備 但我兩樣東西都有 我幫你展現後 包你平暴清雲 永無頭痕 好